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样我们的稳定性才能够更高一点 对 身体控球是主要的 升胶的话 你如果不会用身体的话 你打升胶的话似乎会很多很多 全部是靠身体去控制弧线 记住 大家看一下身体去控制弧线 动作要小 力量要收紧 核心要收紧 不需要太大的动作 你看 它的动作的幅度 大家注意看 以后你要记住 动作的幅度有这么大就可以 没有这种动作的 升胶它是没有这种动作的 一定是当当当当当 靠前面 小动作 升胶部 核心收紧是关键 看 加彪的蛋润 一点 超级